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要带着奴才们去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雄秦王驾到 我们亲王驾到 怎么都成哑巴了 臣等参见穷亲王殿下 前王千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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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了免了免了 对不起我们凤来宫的人 安 我们穷亲王是皇上特招回宫的 你们心里都给我明白点 本王是不愿意争夺而成为太子 但这并不意味着 本王就不能成为太子 世事往往都是很难预料的 这虚虚实实 仿佛一盘棋 知道吗 难道你们就不明白 阴阳五行转换之道 难道连本王对一道的学识还不如 穷亲王才高八斗 老朽们自愧不独 惭愧 是是是 惭愧 惭愧 亲王殿下还跟他们说什么呢 砸 给我砸 砸 不能砸 不能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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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砸 砸 碧 砸 只bo 小伙 你们看眼圈都给我砸 砸 都给我砸 你们这两个老东西 我早要砸 谁说咋不得 谁说咋不得 老年我们都要砸 天安殿下 祝親王殿下 兄弟弟们告罪了 哦我们认错了 这都是 明雨的人 这是皇家的钱 砸吧 既然是皇上的儿子 来砸他爹的财产 我等他心疼什么呢 是不是 冯某认为 秦王殿下就是放把火 把整个太医院都给烧了 也不关冯某的兴奋 是不是 少说两句 你就是冯太医吧 下官便是 王娘缺你进宫去 只要娘娘 她不怕下官要死她 下官这就去 带走 放肆 带走 走 等会儿 皇娘娘怎么收拾你 就是这 快点 快点 娘娘娘娘 奴才们把太医院打得 拼拼胖胖胖胖胖拼拼 替娘娘出了一口气 小石榴 你长进了 是吗 娘娘 咱们把冯太医也给带来了 这人还挺坏的 他说 一把火烧了太医院 那也是皇家的财产 他还说 如果娘娘你不怕他毒死你 他就来 你听听你听听 这叫什么话 快走 快 你看 他来了 皇娘 冯太医我已经把他带来了 婉儿 你们都出去吧 由冯太医官一个人在这儿 谢 方医官 久违了 你 不给娘娘好好卖 下官没有带红线线 不带更好 那你就进来吧 跟十九年前一样 把这娘娘的手号 手贴着手 那才准啊 怎么了 不敢了 是吗 娘娘 下官再也不敢造色了 方医官你想哪儿去了呀 替娘娘看病 自然是要好好卖的了 来 过来吧 坐床檐上 臣 遵旨 来呀 哎呀 紧张什么呀 放松点 是哆嗦什么呀 刚才听奴才们说 你说 就是放一把火 烧了太医院 那也是皇家的财产 是这样说的吗 娘娘 当时下官心里 是有点火呀 那现在 心中就没火了 嗯 娘娘 你有火就烧吧 烧什么 不也是皇家的财产吗 娘娘 娘娘 我 够了 娘娘 下官要了娘娘 不也是皇家的财产吗 娘娘 下官要了娘娘 不也是皇家的财产吧 娘娘 王儿 还没说完呢 父王 孩儿叩见父王 王儿 听谁 谢父王 王儿 你来得真好 父王正好想着你 大总管大人 穷亲王回宫了 正在皇上那儿呢 大总管 您说这生米还没煮成熟饭呢 这穷亲王回来了 这太子金冠摘走了 你说 大总管 您老说话呀 皇上 你怎么说的 皇上说 皇儿回来得正好 朕正等着你回来呢 你这个小奴才和我这个老奴才 那是白忙活了 这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可能呢 那 事有八九 皇上是将错就错 要册封穷亲王为太子了 册封穷亲王为太子 那我们的小鼻匠 在丹会宫不是白蹲了吗 这皇上 为什么要册封穷亲王为太子 这怎么回事啊 变来变去的 奴才实在是想不明白 百思不得其解啊 我也无可奈何 只要听天一楼 大总管 皇上请您过去一下 我马上过去 大总管 大总管 您一定要顶住啊 您又出大事了 这大师兄又不在 那我跟谁商量呢 大总管 朕又改变主意了 朕不想立 宜亲王为太子 立穷亲王为太子了 你看怎么样 皇上 那天不是在朝廷之上 当着朝臣的面 宜亲王已经抓过鸡了吗 他已经抓过太子鸡了 假仪亲王也已经被识破 奸战不成给红主公去 不知皇上 为什么要改主意 奴才怎么当着朝臣 说清楚 这个事情 搞得清楚吗 抓鸡抓鸡 抓的都是假鸡 都是你史文海 一手搞的假鸡 什么天命之一啊 也是假的 不是搞得蛮清楚的吗 皇上 奴才当时 可是按着皇上 您的天意来办的呀 现在皇上的天意 就是立穷亲王为太子 你是大宗馆 你照办 那 那我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 皇上为什么改主意了 为什么 告诉你 一亲王 无德无才 不忠不孝 那天我想到他 我就看他了 他把我当什么 他不把我当老子 他把我当儿子 孙子 我忍气吞声 忍辱不忠 忍无可忍 他还没做太子了 就已经这个样子了 如果做了太子 我这个日子怎么活 我怎么过 我生命在床 他也不来看我一次 穷亲王一回到宫 就拎了一拦的橘子 来看我了 橘子催小 轻衣伸长 那 那怎么去和朝臣们说呢 这个有什么不好说的 太子皇上不是来过了吗 他嘱咐过我 也嘱咐过你 要把这个江山 传给有德有才之人 是吧 一亲王 无德无才 对不传给他 理由不是很充分的吗 奴才照办 就算一个良前吉日 立穷亲王为太子 你去办吧 奴才遵旨 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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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算不准朝中风云咯 还办什么太子皇上 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大总管大人 皇上怎么说 小叔叔 你听我的话 赶快到惠宁宫去 把你们那个小笔家接回去 然后你们走得越远越好 再也不要做那个紧静的梦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走金鱼行大道 要是半路上遇到迎接雪儿公主的马队 你让那个胡青柴大人 赶快把公主送到余航去 你们也不要在余航住下去 完了 完了 就这么完了 你还让我怎么样呢 真的 我们真的白忙活了 实在都乱 让我们立刻就走了 而且走金鱼大道 碰到胡先生和雪儿 让他们赶紧回去 余航城也不能住 这次我们输惨了 奥弥陀佛 输得没法输了 没输 小笔将啊 你不要不见棺材不落泪好不好 这十大总管 他又不是诸葛亮 他又不是诸葛亮 他是孔明成不成 他哪是孔明啊 那诸葛亮 面对十万大军 在城门 护秦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那皮影器 师叔 你师叔 你让我再试一次啊 大人 大人 兵不大人 兵不大人 大人 今天阳光那么好 你的脸怎么阴沉沉 听说九门堤都正在训练兵马 有人说正要攻打皇城 他们有几个脑袋 敢打皇宫 兵不大人 因历朝经东西两道兵马 准备为上 这么大的事情 我兵部大人都不知道 你这个小剑官就知道了 按你说 我兵不是吃干饭的咯 是非 只需要管闲 混账东西 不早点麻烦 领不得奉银是吧 小子 哪儿在打仗呢 我先去工房那边 乱活活的 把窗户关上 这么乱哄哄的声音 乱七八糟的 叫他们把窗户关上 好 知道了 报 起禀皇上 九门堤都造反 派兵包围了皇宫 下去下去 他们一兵 毕宫啊 在造反了 快 快 踢枪带马 相当于朕 铁马修风 征战将强 万人军中 只取敌军上将 何等威风 何等威风啊 快 快 快 这朕 踢枪带马 你们认为朕年纪老了 将还是老的辣 皇上 皇上 您雄风依旧 可是您病了呀 病了 病了 病了就不中用了 人家 杀掉宁清红 用力求清光 杀掉宁清光 用力求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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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敲宁清光 从亲王为太子 处斩怡亲王呢 放肆 朕还没有完全糊涂呢 我知道 这一定是奉来公的阴谋 来人呐 吴昌丽呢 吴昌丽 吴昌丽呢 皇上 混账 混账 他们上兵 朕下仇 那叫什么兵啊 朕还有兵吗 我有后宫三百 酒门有三千 你挡不住啊 兵不呢 兵不上书呢 他人呢 又跑掉了 哎呀 新妖关头怎么没有一个人帮朕出处注意啊 哎呀皇上 这宫里头就没有诸葛亮 只有一个小皮匠 小皮匠 好啊 俗语说的好 三个臭皮匠 能顶一个诸葛亮吗 可只有一个臭皮匠 也提不上个诸葛亮 一个也好了啊 都比没有好啊 或许一个小皮匠 能顶一个诸葛亮呢 来来来 快快快 快去请他过来啊 往路这就去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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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橘子吃多了 哎呦 快快快去他医院 好啊 ів 哦 是的 我看你的头 又眨一个 看你的头又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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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眨一个 来人哪 哎呀完了完了 小青王殿下 就没人马要来取您的头了 那我就做个假的给他 做假的 来 以后我送到御膳房 给我取个小冬过来 哎 都在这就去吧 慢着 给我取个大冬瓜 哎 好嘞 杀叫御膳王 有力求其王 杀叫御膳王 有力求其王 快 叫藤国恢复两队 顶住增脚门 是 快 跟我来 快 跟上 冰箍都是吃干饭的 走 快快快 跟上 哎呀 哎呀 好 走 娘娘 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怎么办呀 杀还算好的呢 还有更惨的 啊 那怎么办呀 那怎么办呢 娘娘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呀 为了一顶皇冠 自家争斗 你们都别着急 武大人是最有能耐的 快 快去 快去把那个奴才 把那个臭皮匠请出来 臭皮匠 大总管 本宫没有臭皮匠啊 就是那个怡亲王 难道皇上真的要下朝 把怡亲王交出去 去去去 小葫芦 你亲王在不在 不说了 自己在屋里吃冬瓜呢 奇怪奇怪 怎么吃冬瓜不吃西瓜呀 还缺头发呢 王啊 皇娘 以亲王 这是干什么 干什么呢 旧门提督 不是要怡亲王的脑袋吗 我就送他这个 哎呦 这哪使得 这怎么使得 皇娘 赶快把宫女们的头发 给送来 我要 小鼻子 小鼻子 快逃 快逃吧 要不逃 你就死定了 死定了 是 试试 试不得射空城计 能击退司马仪的十万兵马 我小鼻架 只击退九门三千兵马 我看 是没问题的 什么 什么 你 你月丸要大了你 师叔 你就放心吧 哎呦 娘娘 没事吧 这 败头败头败头全是败头 咱们攻半天还没有攻击 这宫里来呢 那是 你看这天都快亮了 如果在天亮之前 还攻不下皇宫 那 那咱们这可就完了 不像个男人 三千兵马 竟然敌不过三百侍卫 是是是 他还想到兵部尚书 还想要两百万两银子 我 这 我真的保险 我确实不放心啊 天快亮了 皇上 也该差不多了 皇娘 皇上已经答应 策封我为太子 干嘛还这么着急 你还相信他 哼 俗话说 君无戏言 一言而重如泰山 可他呢 出尔反尔 颠颠道道 倒下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 一天也不知道 要变多少遍 整天家说 要听真话 要听实话 可他自己呢 没一句是有准头的话 娘娘 莫不是让王儿 不 重庆王给他送去了 有毒的橘子 他老人家 不是说他爱吃天台山的秘菊吗 他跟我说 他一口气 能吃十个 万一有人查出来 送进去的橘子 是有毒的 那咱们不是 自投罗网 前功尽弃了 你 你怎么想出这种主意呢 真是的 说半天 你还是怕了 我 你哆嗦什么呀 我没哆嗦 哎呀 娘娘 我 我的意思是说 你难道就想不出别的办法了吗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廊 等他们查出来 老头子早就去西天了 这皇宫 就是你儿子的 到时候 谁查谁呀 皇上有旨 旧门西都 渝飞大将军 听旨 吓唬吓唬 老皇上就服了 皇上有旨 旧门西都 渝飞大将军 听旨 听着呢 知道总管 你念吧 旧门西都 帅兵为公 乃是想设计之所想 即朝廷之所急 朕已老去 久在七位 这是弊端日增 朝政颓废 今 朕宣告下朝 说礼部 则即日良辰 由穷亲王登基之政 而治理天下 老皇上还真不糊涂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为避免内宫混乱 亲朝不稳 待及臣民 朕下旨 立即 出展 宜亲王 好 大开宫 大开宫门 由穷亲王殿下 亲戴皇上 鸾羽 迎接于大将军 到御书房 建架 论功领赏 亲辅 到底是史大总管呢 能文部对题吗 喵 喵 喵 你们干什么 你们偏这么抓我 你们这些狗东西 放开我 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把皇宝拿过来 拿不了 拿过来 九门梯动 以兵闭功 要挟皇上 是不是一亲王 你看看 是不是一亲王 放开我 放开 别让史大总管 把我们大活给耍了 你他妈的罪该万死 必将遭到万民唾弃 杀呀杀呀 你快杀呀 这要何里去了 是不是真的 去看看 看看 是 皇上有指 请将军进城临赏 二百万两银两到手啊 弟兄们 你们在那等着 我进去拿银子 驾驾驾驾驾 弟兄们 等他领赏银吧 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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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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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九门提督虞大将军传令 让你们撤兵回营 有何评价 有兵不在此 提督虞大将军今在何处 皇上正在宴请虞大将军 赏银马上送到 好 弟兄们 撤兵回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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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兵回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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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晚上不知道吃了什么了 是橘子呀 晚上是橘子 橘子多火呀 容易上火的 这个症状好像一松来的 是穷亲王殿下 这橘子先亮着呢 难道这橘子中有毒 有毒 有毒 没毒的 皇上给奴才们一人吃了一个 奴才们都没事啊 你们是一人吃一个 而皇上他吃了几个 八个 九个 我平时吃十个呢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每个橘子都含有微毒 皇上他吃九个 就中毒了不是 是 言之有理呀 皇上他 你们这些菜鱼 待在这儿干什么呢 就给皇上看病了 是是是 皇上 皇上 您哪儿不舒服 您把口张开 让臣等看看 各位医官都上来看看吧 好 皇上的口舌成紫黑色了 这种状像是中毒 而是中毒中得不轻的 皇上 你怎么样啊 外面怎么样啊 那头你就放心吧 小皮匠已经退冰了 皇上 您吃了什么了 我吃 你们太医院都在干什么 弄到现在 还没检查出皇上的病情啊 回大总管的话 皇上吃多了橘子 现在还不知道这橘子里 如何会有毒的 没有的 橘子怎么会有毒啊 我 我吃了一点橘子 我肚子难过 头发晕 你这橘子 凤来宫送来的 是穷庆王殿下送来的 这边就能造反 这边皇上吃的橘子病倒了 又是凤来宫送来的橘子 皇上是中毒了 大总管 你看看 皇上真的是中毒了呀 是中毒的症状 对 不过呢 是毒未曾攻心 请皇上不必紧张 是很误燥 快 送太医院去检验定毒 只怕是来不及了 言误时辰 臣等 就死有余辜了 哎呀 你们就没有带戒毒的药丸 这这这 来的太匆忙了 我们来的匆忙 不知道皇上会中毒 下官呆了 下官呆了 快给皇上拿几毒药丸啊 下官的药箱呢 在这 在这 皇上 您把这碗神仙解毒碗吃了 皇上就没事了 来给皇上拿水来 皇上 您把口张开 下官给您送药了 慢 皇上 给皇上吃药 连戏里边演的 都有人先尝 怎么就没有人先尝呢 哎 就是啊 你们太医 为什么不尝啊 哦 对对对 应该先尝一尝 尝尝 下官只带了一颗解毒碗 现在不给皇上吃下 怕是耽搁了时辰 再救救为难的呀 你这箱子里面 不是还有两颗吗 哦 对对对 是有两颗 下官怎么就忘了呀 明明看到的呀 哦 下官先尝 下官先尝 好 没事 你请往殿下大笑 下官十分感激 你看 你看 没事 没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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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试了 别试了 拿起来 我吃药 皇上 您把口张开 下官给您送药入口了 又怎么了 汪儿 你这 汪儿 你 你 这 王儿 你怎么了 王儿 王儿 抓住他 别动 抓住他 皇上饶命啊 这都是凤飞娘娘 叫我下的毒 都是凤飞的主意啊 把这个人压下去 饶命皇上 你们都给我退一下 是 王儿 王儿 我的好王儿 你怎么又变得这么 变得这么好了 我的好王儿 王儿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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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 王 我不是一金娃 我是那个 被推出五门 斩首的小皮匠 小皮匠 小皮匠 你就是那个 能顶出个量的小皮匠啊 金娃就是你推的兵啊 好 你英雄啊 好 皇上 皇上 我有个要求 皇上 雪儿 她回宫了 她是我的妹妹 你一定要好好地带她 将来 给她找个 银河状元 好 朕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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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我的 那个弟弟 一亲王 您就饶了他吧 让他回到 爹身边去 我娘 死得早 爹一个人 挺可怜的 他不能没有儿子 皇上 求你了 答应你 朕全答应你 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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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王儿 救王儿啊 救人啊 救人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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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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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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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